No, la idea es que me recomiendas O sea, no me digas el plato Somos tres, no digas nada Eso es, nos tienes que sorprender un poco, eso 大家好,我是 Alex 我们今天又来探店了 现在以后的探店的这个路线 就是店家上什么,我们吃什么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装修比较好的一个中餐 看看他们今天会给我们上什么 哪里, está muy bien 哇,很大 当然了,我们看到比如说我们很想吃的菜点一道 送下的我觉得就店家上什么,我们吃什么 我们刚才点了一半只的那个Baddo Beginness 然后剩下的呢,我都让他随便上 但是呢,你就跟他说不要上辣的 剩下的菜他随便 对啊,三个人 我们就三个人 我觉得你这样点,放冰冰冰冰 没关系吗,你们觉得我们能吃着聊就行 我记得就吃炭肠萌营的那个 不是,你不用讲 帮我来壶茶吧,那个阿姨,不是阿姨 是,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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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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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是,是,是 你那个Historia还没说呢 你知不知道啊 知道啊 第一道菜我们已经到了啊 这个是刚才说什么啊 没听刚才跟那人说 黑猪馅的 黑猪馅的点心 这个是我看他给我放的是什么 嗯 香油醋 香油醋 煎的 煎的 绿色的 尝尝 怎么样 嗯,味道还行啊 我们今天开箱的第一道菜 他这个做的好像什么呢 就是说在样貌上来说的话 一般都是白色的嘛 然后他现在给你上一个绿色的 但是里面的味道 不是说给老外吃的那种 他这个就是说下面还少一点 够脆的感觉 但是味道绝对是没有毛病的啊 这个有点像我们那天去吃的那个 这是他第二个给我们的惊喜啊 点心 味道应该不差 闻起来应该 这个是故意开口的对吧 这个肯定是故意的 他这个皮很有弹性的 味道刚才跟那个 小农包的味道差不多 这有点像 我尝尝这个黑的吧 蘸点这个 它的味道把控的是真的不错啊 这家的味道不比那个那个低差 至少它的这个鲜味 我们吃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有的时候咱能看破不能说破 就是说你们可以去看我们前两期 发的那个视频 就是吃那个生蚝那一期 四季酒店隔壁的那一家 它的这个点心不出意外啊 同一个厂家 但是你们这里的比较 不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要更好吃 你这个就是说你最喜欢吃的是这个 不是 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熬多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这个 哦 等于说苏西也是你们这里比较拿手的一些菜 听到了吧 美女就是说 推荐了我们第三道吧 这是第三道菜的哦 就是他推荐了就是说 可能中国人也比较喜欢 比较爱吃的哦 第一口 我喜欢 的味道 偏甜 偏甜 嗯 最主要的是我没有尝到鹅干的味道 我再尝一个啊 我是真没尝到鹅干的味道 然后 它上面还有加了一些 然后有一些那种甜酱看到没 然后他就把他那种鹅干的味道 盖得死死的 嗯 那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知不知道我们是在社会上的 社会上的 嗯 它这个是里面是冰的吗 它这里面是凉的哦 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这个呢我们一会问一下大姐嘛 可能就是孤陆寡闻了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可能里面就是冰的嘛 然后上着盘子啊什么的 挺好吃的 我再尝一个 你那个也是也是凉的对吧 冰的 那我这个再尝尝 如果这个再是冰的 那就真的是冰了 它这个哦 虾的里面打进去的那个 麻油奶茶 冰的太夸张了 不是说那种很冰的那种啊 冰箱的冰啊 是凉的 口感带来很大的损伤 这个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菜里面就是凉的对吧 这个 这个菜是热的 热应该是热菜吧 你没事 因为口道除了这个 这个精力可能 出菜出的 比较快 有点 让你 啊 菜味道可以的 味道可以的 就是说你 你如果这个菜本来是热的 然后你凉的吃 肯定口感不行 对 对 这个菜里面吃的 蛮多的 就是说 打个比方说 就是说你那个大桌点的菜 你顺便就是为了方便 然后拿一份给我们 哈哈哈 有一次 可能 一个情一个后 端的声音 嗯 真差无数 行 热通通上来啊 先不管怎么样 冒着热气的这种 就失忆就来了 我们直接跟他要了两碗米饭 哇 他就是说 他有一点点辣 带一点点辣 胡椒粉 放了很多 黑胡椒粉 黑胡椒粉 黑胡椒放的巨多 你吃这个鳗鱼不配上米饭 感觉 吃个两三块 你可能就已经觉得很腻了 这个必须要配米饭 但是你老外他不配米饭 他这样能吃 也能吃 老外就是这样吃 也是这样吃 这老外喜欢吃吗 喜欢 你们这里点的最多的菜 是哪一道菜 那 他每个人也每个人都配啊 就是叫的那个菜量的最多的 我们的鸭来了 我们的鸭来了 你来切吗 专业切鸭多少年了 专业切鸭多少年了 哈哈哈哈 先抹点酱 然后这个脆皮的呢 放一点进去 然后呢 放一点这个是 葱 胡萝卜 洋葱 但是我来尝尝味道吧 它的皮不是特别的脆 但是味道还可以吧 但是说这个是说这个饼 一看就是包春卷的那个饼 这个这个饼看到没 只能说中规中矩 就是说味道你说看吗没有 可能就是还好啊 因为在马里里吃到正宗的北京烤鸭呢 也是比较难的啊 它不是专业吃烤鸭的 所以我们不能要学太多 但是吃这个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我们的这个甜品时刻了呗 小姐姐给我推了他们这里的 两道她比较喜欢的甜品啊 这个是那个奶酪蛋糕 嗯好吃 最脆的这还可以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紫豆兰的冰激凌 太香了 好香啊 肥皂味 不是肥皂味 香薰 上来之前时候喷一点香水 哇天哪 好香啊 这两道甜品真的是没毛病啊 啊 啊 我们今天的那个盲盒好像一共是六道菜 就是我们每点上什么吃什么嘛 然后两个甜品 给大家看一下账单吧 三个人165 等于说 人均差不多50五元 对吧 还行吧 我也这个和那个Le Petit一样我也说了嘛 真的很开心大家现在中国人做的这么高级的餐 有机会我会继续过来品尝 然后这里的这个美食啊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盲盒探店又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 盲盒够大的 是 谢谢 嗯